大家好,我是攝影藝術協會王永耀 今天這個成龍的講堂 我是講一個在我們小學會成長的一個重要人物 這個重要人物其實他在學歷很高深 他是一個博士 我記得他十年前開始來到我們的學會跟我拍照 去了很多很多團 除了去了很多團,他都很專心去鑽研他的影藝 結果他的影藝成績十分上升 還在五、六年前考上英國行家的高級會士 他就是楊志強博士 在五、六年前他曾經也是中文大學 在中文大學藝術館舉辦了個人展覽 當時舉辦個人展覽的時候 我幫他出了這本書叫做大國氣象 我亦都很專心跟他編輯了這本書 是有三百多頁的 是用這個中文大學出版的 很難得的 有中文大學肯跟你出版這本書 證明這本書也是很有價值的 也都是三百多頁的書 真的不容易出 因為是三百多張圖片 並且裡面很多名人跟他讚寫了文字 我現在就給大家看 欣賞一下楊博士他的藝術人生 他的藝術人生除了跟我們攝影團拍攝之外 其實他是在很多方面的鑽研 包括以前陳福麗老師 就是搞過一些影畫合逼的作品 他也找了很多高手跟他研究影畫合逼 當然他找的人就不是好像陳福麗那些 找那些大師級 張大千那些大師級的人物 他的作品主要都是用他的題材為主 大家看看第一張已經是一個影畫合逼的作品 他還有加上很多中國國畫味道的作品 在他的作品這張作品之中 他將一些跟我們去越南、趕陽、 還有很多鄉村風味的題材 人物加了上去 將摺影變成一張藝術的作品出來 好 看看第二張 第二張是一個鳳凰的作品 我記得當年其實鳳凰古城是我 第一次跟他一起去 兩個人去鳳凰拍攝 因為他那次受到湖南電視台邀請去當地 參加一個湖南的大獎 因為他拍攝香港的十年 回歸十年的作品 在湖南大獎 順便帶我兩個人去鳳凰古城拍攝了幾天作品 結果他那一輯作品 就利用兩三天的作品 考了英國皇家會事的ARPS 包括現在你看這張 這張你覺得是否比一般的攝影有不同 因為其實四邊是做了一個霧化的形式 在福術上做了霧化 所以更加加強了華爾的味道 另一張也是我們新疆題材 亦都是四邊霧化了 跟真實有所不同 畫亦是攝影亦是畫 做到兩者合一 影畫合壁 看另一張 這張就是一個人物題材的攝影 這個模特兒是無故而先決的 始終是人物畫 這個模特兒 你看它的服飾 是很有民族色彩的 民族色彩當然是模特兒要美麗 這樣才會入到橙沙漿高品質的人材攝影 又將一張人材攝影提升另一個味道 亦都是勾畫出好像莫克的線條 亦都是在這個photo索 photo索那裡是另類的創作 有蒙濛的感覺 又有這個黑白素描的味道 其實在這輯作品 你是除了看欣賞楊博士的作品 你還要欣賞了它在另類的思維 創作思維在那裡 將自己的攝影眼張開一點 不要全部都要拍在寫實的題材 想多一些創意的作品 有一張創意作品 這張創意作品 亦都是要重拍 經過重拍之後 亦都是拍的時間 把樹林慢慢拉一拉 拉一下拉到鏡頭 放一鏡直放 造成這個效果出來 這張是很有心思 剛剛那個樹洞那裡 這個樹洞那裡 有婆婆剛剛看出來 這棵樹洞都挺大 婆婆看出來 變成一張很特別的照片 因為這個樹是有百多年的歷史 加上一個滄桑的婆婆 更加顯現了她的意境 這張很有趣 這張是哪裏拍的呢 這張是在成都 成都那些茶館的街道那裡 充分表現出 每一個地區 她的生活環境不同 因為你這些 推著車仔賣東西 香港或者很多地方 現代城市 一定看不到 你見到旁邊的茶博士 拿著茶煲 好 後面呢 就很多 很多茶蟹在喝茶 這條街 就叫船街 那些茶館呢 是一個很好的題材 你去到茶館 你會覺得 原來那裡的人 還是承襲了 我們清朝 民初的時間 那些 生活 以前那些人都是 在街上 喝杯茶 打紙盃 一天 休閒的人生 養老 幾好呢 沒有什麼煩惱 所以每個人都長命 不會想那麼多 早上 退休 早上去喝茶 下午吃飯 休息一休息 又去打紙牌 一日的休閒生活 人呢 就不會有很多 掛念 無論是寫實攝影 風光攝影 楊博士走過千山萬歲 很多地方 好像這一張 日照金山 這些都是 每一個攝影家 用很勤勞的時間 很勤勞地去 不停地去鑽研攝影 周圍去拍攝 你不去 你不出動 你就沒有那麼多 漂亮的作品 尤其是 影風光攝影 你早起床 早出晚歸 那個藝力精神 真是 真是不容易 很不容易 去學習的 黃山 雲海 一看之下 飛萊石 這個地方叫飛萊石 飛萊石之風 真是 好有 馮來仙境的味道 我自己 戴黃山團 可以說我戴了十次 雖然是辛苦 但是 我也覺得去黃山是值得的 除非你說 我的腳不能走 年輕人 有機會一定要 體驗一下 黃山之行 水底攝影 水底攝影 當時我們和楊博士 為了追求不同的藝術道路 結果我們找到廣州 廣州去別人的影樓 去別人的影樓 因為它有一個特製的水池 拍攝這些水底攝影的活動 真的不可能 你去到水底攝影樓 這些影樓的水池 有燈光效果 頂有燈光效果 也要找一些很專業的目的 最少游泳 最少游泳很厲害 還有姿態很漂亮 你才有機會 拍到漂亮的水底攝影 鳳望成 這個包括 他就是考會視的作品 其中之一 青山綠水 神光之下 兩個姚寨的女兒 在這裡趕集 當然這些女兒 當然是我們請的 沒有這麼早 有這麼漂亮的女兒在這裡走 這個古樹其實是霧原 很早期我們去江西 霧原拍攝 黃村的神祖 一有霧就好像這麼靈 有些古樹 一有霧的時間 加上一個一泛輕舟 氣氛就十分好 現在這一張 也是我跟楊博士 兩個人親自去到浙江 泥水拍攝帆船 當然也是當地的榮攝影家 盧梁先生幫忙 安排到 這麼好的畫意作品 這張照片在中華四合會 獲得最佳畫意 兼金像 這張照片 然後到東北行 攝影 你不努力就沒有照片 有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無論什麼題材 你都要拍攝 經歷過 你的攝影人生 就會走得很快 這是一月份去東北拍攝 一月後一月 可能沒有這麼漂亮的霧 海邊沒有這麼漂亮的霧 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呢 就是霧松島 在無雙島拍攝,但其實這些彈定河在向外, 這些都是同一個行程, 如果無雙河一般會使到向外拍彈定河, 這張合成出來的畫衣作品是一張很有味道的天鵝神曲, 沿洋梯田又是令人影響我一個風光照亮的地方, 當地的紅貨瓶出名,很出名的紅貨瓶, 香港未見過以前,貨瓶是綠色,但它是紅色, 所以衛藍天空寺已經照在梯田內的時間也有紅色的貨瓶, 紅色黃色綠藍色,雙影情成趣, 加上後面剛好也有雲海鳥搖, 氣氛特別是優美, 黃山的日出, 令到很多詩人馬俠是神王寫畫作史, 亦都是我們視頻人應該一定要去的地方, 當十幾年前, 郎靖山師生, 就算是我們香港很多出名的陳芙霍大師, 很多人都有去十房黃山, 就是為了這些這麼漂亮的作品, 我記得在五、六十年代, 羅蘇文老師, 就是十房黃山的另一個大師, 他的作品也出了兩本《十房黃山雜人》, 結果他最後一次是要在黃山被人投下山, 因為年紀太大,始終是有生病, 所以台落山也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個視頻旅程, 這張可能畫面有問題, 出現了問題, 前面那裡的馬沒有了, 我不說了, 另外一把像抽色的馬, 一見後面那些金黃色的這個葉, 你就知道那些馬向前面蜂擁而跑, 這些陳芙霍只有馬上自由, 新疆羊仔多馬就少, 馬上全部都是影馬最佳的地點, 在白樺樹林和黃月亮走出來的時間, 煙塵滾滾, 那些馬是昭氣勃勃的, 你看看, 跑來又有煙, 所以這些作品真是很難不拿獎出來的, 到冬天, 呼倫貝爾, 呼倫貝爾一個題材, 呼倫貝爾一馬, 你罐都不同, 腳短一點, 雪地中, 已經是白色的, 所以為甚麼? 它一走, 雪地就走到白眼出來, 兩張跑馬你都覺得是不同的精彩, 下季呼倫貝爾和秋色, 秋色趕馬, 在隧道趕馬, 有另一精彩的作品, 所以近期很多很多, 選家都在九月至十月時封嚎去霸仗, 拍攝那些千鈞萬馬的題材, 真是值得一去, 馬的題材, 無論你上山下水, 雪地, 都要這麼驚心動魄, 感應感性, 一下水又是倒影, 加上九月白華林, 王業出現的時間, 更精彩絕倫, 又是一張很精彩的趕馬過河, 趕馬過河, 趕馬過河, 多數都是一本在巴上拍攝的, 六月份大地之中, 一片綠油油, 亦都可以拍到, 好像在這張夏天的趕馬, 一片綠油油, 各位有特色, 如果讓我選擇, 我會喜歡金秋時間, 或者雪地的時間, 即是秋天, 或者是冬天, 如果你這個綠油油油, 你都可以拍到好的作品, 楊先生很喜歡拍這個趕馬, 所以你見到他有很多趕馬作品, 無論青夏秋冬, 他都去, 一年, 如果有一時間, 他就已經出發了, 無論在巴上, 夫人叛義, 新疆, 他都踏遍足足大地, 目的就是球術, 他的藝術, 人生之路, 一圈一圈, 那些馬裙, 每一張作品, 都是自已加精深的傑作, 新入的結果, 希望你們, 都是珍惜你們的藝術生命, 早點多點去拍攝, 不同的台材, 不同的作品, 令你的生活道路走得更遠, 這張有頓角S, 後面S, 走向前面, 全部這些趕馬的作品, 有氣氛, 一定有氣氛, 有光影, 這是很重要的, 再看幾張影樓的作品, 影樓的作品, 我們經常要有自己的風格, 有自己的創意, 就像楊先生這幾張影樓作品, 其實他花了很多時間創意, 人的姿勢如何擺得這麼好呢? 其實港宣, 你會說, 原來這樣說, 你看我們的飛仙作品, 早晨早期我們, 給大家看一下, 飛仙作品, 亦都是跟他異曲唐弓之妙, 因為怎樣呢? 其實他也是這樣拍攝, 但他要做一個架, 讓木地在空中伸出來, 他一個直分, 一個架伸出來, 我們飛仙直坐在架上直坐, 他是做, 躺在那裡的, 這個架呢, 他就唯有, 鎖穿個背景紙, 鎖穿個背景紙, 然後將他的人, 那條墨, 躺在那條墨, 在背景紙身那裡伸出來, 伸出來之後, 我們飛仙直坐在那裡, 他就直接躺在那裡, 因為他的分紙是很大型的分紙, 他將它, 怎樣做到這樣, 飛下飛下, 其實有很多方法, 第一吹風扇, 第二呢, 那些服裝美部, 那些魚絲, 吊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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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風扇吹下, 就做成果, 好似搖夜的氣氛, 那燈光, 雖然要地上打得很漂亮, 是不是, 那地下呢, 地下呢, 亦都可以, 搞個倒影水的倒影出來, 這水倒影其實, 你可以在科學所搞, 如果現場呢, 你就要有些銀色的胎紙, 加些水來, 那在下面, 有些反光的倒影出來, 然後加些水, 或是胎紙在那裡, 有一個很大的水桶, 當然這個影來有很大事, 做得到, 這張呢, 就比較多風扇製作, 背景那個呢, 當然是風扇製作, 加上去就對了, 模特兒就好, 一月後等居住公, 雖然會發展到, 做了一個造型出來, 這個呢, 就是插了一些煙霧出來, 插了一些煙霧出來, 造成一個效果, 另一張, 水底視影的作品, 我們都拍過多水底視影, 其實, 我們租一個影后, 還是水底影后, 租四個小時都要六千元, 所以拍床是很重的事, 後庭深圳要有一個, 下水底的場, 相對跟廣州這個場, 就是撐天共地, 因為這個呢, 真是很大的水光, 拍攝一些中國傳統古典, 最美麗的這個, 清宮的作品, 除了影后呢, 其實呢, 我們在戶外, 有些表演場, 有些地方, 都有這些特色的表演, 當然, 這一張呢, 回來也是幾個photo作, photo作小時候, 地下呢, 做了不同的色彩, 上面也加了一些紅, 日出的紅下出來, 無求令畫面的色彩呢, 是更加豐富的, 這些, 藝術性的表演服裝呢, 是, 很有我們, 那個民族色彩, 清朝的色彩, 去到這些古典的地方呢, 現場擺拍, 好, 就怎樣都是, 比較你呢, 是, 我們影樓呢, 是比較離得身實, 所以, 視影吸引之柱呢, 無論是, 升上去呀, 睡在這裏, 每一個, 每一個, 每一次呢, 它流出來的動作呢, 都可以有不同的變化, 看你怎樣安排, 服飾啊, 服裝, 還有, 最重要的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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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特兒呢, 有游泳, 美態的能力, 這個, 我們呢, 一次呢, 可以拍, 四個鐘頭, 其實不是拍得很多張, 換下兩套服裝, 就很快, 但是, 你只要拍到幾張精錦, 你已經是值得的, 因為我們花一次, 我們不要, 我們計成本呢, 請我們, 還有, 這個中場呢, 超過萬五元, 做一場這樣的, 專業性, 又要化妝, 要找個, 專業化妝師跟他化, 不是啊, 隨便找一個, 跟著這張呢, 就是用佛陀索, 佛陀索去拍攝, 都在影樓拍完之後呢, 後期呢, 製作, 這個佛陀索的, 幻覺, 意念出來, 同樣一樣, 其實都是躺在那裏伸展, 但是, 這張呢, 上面呢, 就是佛陀索, 把佛陀索, 掉掉掉掉掉, 高了它, 當然, 後期, 要佛陀索, 將佛陀索, 除了它, 背景, 就變成一個, 太空漫遊, 這些都是, 我們這些, 後期創作, 高手, 要做多些功夫的了, 好了, 我暫時呢, 今天給大家看的, 楊智強的作品呢, 就看到這裏, 那張那裏呢, 其實他還有的, 其實這本書呢, 有三百多篇作品, 但我這次呢, 主要呢, 就是給大家看的呢, 就是, 它, 有一些呢, 特別一點的, 創作意念的作品, 好, 多謝大家收看, 下一次呢, 星期一呢, 因為我香港復活節呢, 我們是會有課價的, 所以會停了, 星期一會停了, 跟著來一個星期五呢, 我們邀請到黃文華呢, 會有新的題材, 給大家欣賞的, 好, 多謝各位, 拜拜,